大家好,難得土天 天氣也沒那麼容易 踏入十一縣,當然走來露營 露營必須走,再加上老婆 今次我們這裏就是往平營地 營地有七格 其實一格很大,我覺得可以放到兩個營 有四格的地板,有兩格的地板 通常我見很多營地都會有燒烤位 但它通常都會有架 這個就這樣一個框給你 沒有了,每個都是的 有一張椅子和一個框,不太明白 好,荒山野嶺,露營版黑白大轉 黑的就是黑蒜油 白的就是牛肉味 現在我們在燉 我要弄小一點火 先關火 這個是外母咖喱 咖喱什麼? 咖喱豬嗎? 咖喱豬 這是咖喱豬 可能是豬頸肉 先關一關 咖喱豬 這次公仔麵的對決 究竟其判會選擇哪一邊? 全部都屠殺 由這裡 由這裡 榮地 走出去 途中有經過一個小小間 再往前走 走多十多分鐘 就回到巴士閘 即是那個 大佛前面的香爐 那個鴉叉位 這次我們就慢慢走出去 看一下 看看我的辦法 可以不會這麼搖 不是,我可以轉電影模式 我記得轉了電影模式 應該好像沒有這麼搖 我們一路向前走 去到洗澡間那邊 我還要洗乾淨一點 所以在那裡再錄 好,去完廁所 洗完東西 繼續向前 其實短短一個距離 就會去到一個叫青年 好像是青年女社 青年女社的入口 是經過這條 這條 這條 這條路 上去上面 就是 哦 廣平 戴衛斯 青年女社 就是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上去 上去 我們這次 現在就 回到火車站 不是火車站 回到巴士站 回到廣平市站 的方向 對 不理會 他 就 你跟他 說話吧 你看,別人搖搖搖搖搖搖 便會離開,很簡單 你又走 這裏應該沒錯是那個 心經簡臨的方向 我們走上來就是這個心經簡臨 有個分抄 然後我們走回 我們天能向後走 可能收到太陽 現在是2點 什麼 2點10分 差不多 2點 為什麼有很多層 對 有車路來的 剛才那裏有車路來的 不過你要 Hello 對 真的HAPPY BIRTHDAY 厲害 我小孩跟你揮手 叫你來 一起玩 有阿嬤叫你乖村櫃吃飯 小孩 我小孩 跳 我跑山,那不會呢,這些藝衡者 還有那個叫什麼? 還有那個什麼?捧著水那個叫什麼? 我忘記了,有一個類似人耐力的捧著水 不知道要多少水跑一段距離 有人說有些人住在山區,沒有水,所以要在很遠的地方拿 我忘記了那個跑的名字 我好像機構有跑 好,然後再向著這個方向走就是巴斯座 其實非常之容易走,整體都是平路 很簡單,我們應該是拿一輛拉車 即是旅行、路營的拉車 拉到那邊 拉到那邊 很簡單,很簡單 不是斜路也沒有樓梯輯 全部平路,那輛四驅車可以走 夠啦 路營啊大哥 白美 MOS pretended 其它能到這裏也說出去算 白色一定會爭吵 它就不是沒關係 沒有說三遍好呢 坡便可以可以馬上走 其實來到這裏已經是台灣了 就開始了 簡單單單一路向前走 就已經走到巴士總站 在大香爐那邊 接著香爐再走五分鐘 五分鐘應該都到了 這個路程非常簡單 好 有時間多走一段 和大家一起走一段 有時間多走一段 是呀都可以的 我摸一秒就 最重要是這次 這個路程是連 重量五 都沒有動過 派座都支持過 都接受得到 哈哈哈哈 其實可以的 輕鬆一點 這個之前我也想來的 我去深圳展南 旁邊有個鳳凰日出的石像 我知不知道那裡有一條路 可以繞過去營區 有一個鳳凰日出 石像寫著鳳凰日出 不知道是觀日還是日出 沒有我們還記得 我們要走去深圳展南 那邊才會 回到香爐 香爐在哪裏 香爐在哪裏 對 三支香爐 糟了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這裡有個香爐 帶香爐 排便 自然靜院排便 我們一直向前走 走到大佛的打卡位 很漂亮 對 去到那個打卡位那裏 就完成 這次我給你這個 那是哪個佛 碧加茅 真的不知道 是哪個 這蓮花 這蓮花 超級好 放些膠盤在那裏 放些膠盤在那裏 裝飾藝術 很漂亮的 蓮花 這顏色是很漂亮的 簡單簡單 又回來這個寶蓮子排庫 有很多姐姐 今天是星期日 今天是10月多少日 23、24、25、26、27 27好像是 對嗎 好像27 對 沒錯 今天是10月27日 我都可以 剛才有這麼多人 沒有啦 下午了 這裏就是打卡勝地 大佛 長樓梯 交通方面都非常簡單 如果你在東涌 東涌站乘23號巴士 就可以去到 試乘 然後再走十多分鐘 平路 就可以過到 有興趣的話 我也覺得 都不錯的一個地點來的 水源呢 就要走回五分鐘 走回五分鐘 往後面走回公廁 拿水 垃圾桶 整體都清休的 難得走回公廁 當然是要看看攬車 其實我最想去走下面那條棧道 不過棧道很漂亮 是亞洲三大棧道的 其中一條 日本有一條 另外 另一條我忘記在哪 我先去檢查一下 除了喝酒當然要喝茶 我喝了這個 天橋立 在天橋立的 那條公園 在那裡買的 好像八多日圓 一包 買到十包 又可以送禮 又可以自飲 一樓 而且它不是粉 它是茶葉包 一包有兩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喜歡露營的朋友 我想這些地方應該都大路 如果你剛剛想密識一下 我們接下來都在秋天 春夏秋冬 對 入秋 那樣 都可以試試來玩一下 如果喜歡影片 按個讚 如果想繼續收看 按個訂閱 或者按個鈴鐺 雖然我這影片不是經常出 下次再見 拜拜